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组合的细节 首先呢 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先是你的乌龙白尾 先是你乌龙白尾呢 这回是左脚再起 之后上右步再上左步点击地面 然后右手棍轮过来 在天上转一圈 接上两个胸背花 在你坐上胸背花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坐上胸背花之后 大家这么轮过来 坐一个眩颈棍 眩颈棍坐过来之后 就介绍一个我以前没有跟大家讲过的动作 这个跟胸背花有发力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持一起用胸背花的发力方法接过来 然后你接过来之后转两圈 吃出一个轮混过腿接住这个动作 最后过子轮过来之后接住 上步的摆驾驶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 首先 两手手心朝下持棍 坐咕隆白尾 改成左部朝前 正乌 这个点 上右部再上左部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左部在前 往左边轮的时候上右部 在我右边轮的时候上左部正好点在地面 轮过来的时候 左手这个两个指头一夹 顺势带过来做出你的这个胸背花这个动作 就是这棍子往上一连 往这一带 胸背花这个动作一共做两个了 之后做完第二个胸背花的时候 你的手是这个样持棍的 你看 在你的胸背花做完之后 赶紧再牵上一个云棍 做出眩景棍 再一个大轮棍 再做出你这个现在用的这个 我刚刚教的这个 这个轮棍过腿这个动作 之后再是这个轮棍过腿之后 接住一摆这个虚步摆架势 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整齐的一个讲解 这节课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学视频 请来到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 如果你想跟更多的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的话 请来到我们功夫者追求讨论群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以及官方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 好了我们下期会再见